心存感謝 這是臺灣民眾很基本 這些批判裡頭有一些讓我覺得 有一點點匪夷所思 因為違反人性 來 余將軍 我不知道國民黨到底要聽誰 第一個葉玉蘭 就像這個小學生 好不容易捐錢給你 不管我捐五毛 我只有五毛 結果你說你怎麼沒有給我一塊錢 然後這個時候費洪泰又說 這個小心 蔡英文總統 你可能會要面臨到所謂的法國大革命 現在後天開始 連續十一天 要繞總統府 所謂的呼籲抗議要給疫苗 你怎麼樣來看 國民黨到底要不要整合一下 但是我看OpenKMT 這個單位蠻不錯的 他站出來 他說叫張亞中不要再鬧了 不要再害國民黨了 所以國民黨有好多不同的意見 不知道黨主席將起承 你今天有沒有向日本來說謝謝 不管日本是不是報恩 可是我們也報恩 我們也一定心存感謝 台灣人很簡單 人對我們好 我們就對人更好 起立鞠躬道歉 這不是最基本的嗎 那國民黨到底的反應 態度到底是什麼 郁將軍 其實國民黨現在最大的問題在於 思想跟方向沒有辦法統合 今天江里成在他的臉書上有發表一聲 謝謝日本 送我們疫苗 真的非常感謝 可是卻有很多其他的黨團的同志 開始放了很多很不理性的話 例如說那是他不要的 那是人家打不完的 為什麼不是三百一十一萬劑 而是兩百多萬劑 我覺得這些話都已經讓整個族群被撕裂 那其實現在台灣 為什麼現在很迫切疫苗 因為疫情變嚴重 如果今天還是像我們在三月份之前 每天本土都是零 那大家對疫苗可能會非常非常地沒有興趣 但是政府如果在這段時間 他沒有買疫苗 現在疫苗會來嗎 如果在那段時間 我們沒有種下善的因 今天會得到善的果嗎 人家講善惡終有暴 不是不暴 實際未到 我們當年十年前 我今天那時候還在軍中服務 那個日本的三一大海嘯發生了之後 大家就開始捐款 那個時候是誰執政 不是馬英九執政嗎 但是馬英九被罵 很多人在罵馬英九 說為什麼要捐款給日本 我想大家可以回憶一下 去找一下以前的這些所有的資料 大家都在罵 可是那個時候會想到 今天台灣需要疫苗嗎 沒有想到 所以說不要去分政黨的屬性 更不要去分你的支持程度 今天日本是因為我們在當年 給了他非常溫暖的感覺 今天日本有這個心給我們溫暖 我們要感謝 因為為什麼要給 他可以不給 他今天日本把這些疫苗送給台灣 你認為中國不會給 很難堪的這種場面 趙立堅在一個禮拜前就講了 日本千萬不要做錯誤的決定 讓台灣以疫謀獨 這是趙立堅在上個星期就已經說的話 就已經嚴重的警告日本 不可以給 為什麼不可以給 因為只有中國可以給 其他人不要干涉我的做法 那很多朋友說 那是不是我們政府應該開大門走大陸 接受各企業團體的捐贈 現在的問題到了 郭台銘為什麼拿不到疫苗 因為郭台銘要透過上海復興 上海復興他代理這一批所謂的緊急授權的疫苗是誰的 是由誰來背書 中國大陸 是由中國大陸的政府來背書 那日本這批疫苗為什麼可以這麼順利的給予台灣 他做了一個很關鍵的動作 在總公司那個地方換約 他有一個換約的動作 本來是由日本政府出面來授予這個緊急的這個受理權 還有一些豁免權 他在這個地方調整了 由中華民國的政府來做受理跟整個緊急授權 因為有這個程序才可以這麼迅速的把這個疫苗讓台灣拿到 可是中國大陸你願意嗎 你的上海復興你願意把你整個授權從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變成中華民國嗎 那根本做夢嘛 因為他如果這樣一做不就是一意謀獨了嗎 就違反他的政治整個政治的方向 所以真正在用政治用疫苗做不人道的方式是誰 趙立堅就是你們這一群人 可是呢我們不知道人民不知道 台灣都認為說是不是政府在黨 現在最急得要疫苗的是誰 是人民沒有說可是政府更急啊 整個人名是他的血是他的血肉啊 少掉一個都是痛 那很多人講說這段時間台灣到底有了什麼努力 台灣的努力不是世界沒有看到 世界看到了 我們台灣如果在全世界在去年3月 全世界的確診率 美國措手不及的時候 台灣也跟美國一樣 台灣也跟西班牙一樣 台灣也跟全世界重症國家一樣 我們一起納入所謂的集體 確診的這個狀況 美國怎麼辦 美國措手不及 可是台灣在那個時候 我們沒有變成全世界的一個麻煩 我們守住了 我們在全世界上市民的市場 我們早就有了 我們在全世界上市民的市場